好 我想今天的一个面板族群 整体表现得非常亮眼 不仅仅只是群创友达在涨 包括现在小子顺的面板 也在开始往上涨 相关领主建供应链也在涨 但是为什么今天的群创涨幅 会大于友达 其实大家注意 今天一早的友达 其实是开个小高座就翻黑 为什么 好 我来跟大家报告 因为在这个周末期间 有一家韩国厂商叫 Tokoma Tech这家公司 它就是出货给友达的 一个上游原材料叫做 所谓的一个光阻起始剂 光阻剂 这是面板所使用的一个 关键原料 那市场上说 那它又有火灾 那火灾不是只有 瑞莎半导体火灾 那这一家Tokoma Tech 它也有火灾 所以市场担心说 友达的这个原材料的部分 可能会有缺失有缺损 那会不会有转单效应 所以今天一早 你们看到群创是 跳功开高之后 就一路往上走 所以这个逻辑上是这样 但面板整理的产业 是不是好转 一定是好的 而且一路往上走 所以我看 你看今天的一个 群创公道涨停 这么大国本公司 公道涨停 包括说像核心 元泰 另外相关的玻璃的题材 3149的震台也大涨 好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宣布的方向 所以面板 看起来应该是 整面会全面大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消息 大家有没有看到 今天的一个新闻 是东京奥运宣布 确定不对外国人开放 那我想大家都已经记得 我在上周四时候 这个时间点 跟大家报告说 在日本疫情不稳定下 东奥可能会不考虑 外国人过来观赛 所以就要在家里看电视 对 所以我上礼拜 我跟大家报告 是6152的白衣 这个时间点 那上礼拜 我跟大家报告完 这个股市 它的股价就慢慢的往上电 然后今天一度公道了 涨停板 那包括说相关的一个概念股 像2489的瑞宣 上礼拜我们在提的时候 它也连续的攻击到今天 所以我在这个假日前 我还跟日本的朋友聊了一下 东奥的话 还没有哪一些的商机 那他说 最近日本松下 就是大家所知道的 那个松下电子 近期的商品很热卖 随身翻译机 为什么 他说因为东奥虽然不开放观光客 但是选手才会在日本爬爬上 还是有很多的外国人去 外国选手 到日本去 对 那可是日本人 他本身英文又很烂 他又不能又失去 他的泰克之道 对不对 所以 他这个东西热卖 那我简单看一下 松下最近半年来股市 大涨了 股价大涨77% 还有另外一家公司 日本的凸板印刷 这家公司也涨51.4% 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 它是做 显示器产业的 彩色绿光片 也就是什么 面板相关用的彩色绿光片 这是技术领先全球的 那我看到今天面板 全面性的一个飙升 那我又看到东奥的一个商机 我今天帮大家找到一家公司 它不仅仅是日本凸板印刷 在台湾的子公司 那它也收回到日本 面板涨价持续上涨 而且它之前就已经做过 这个相关的翻译机的一个面板 很有机会在这日东京奥运 大大受惠 同时前一段时间大家知道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高尔夫球选手 叫做泰哥物子 最年轻的一个大满贯选手之一 那大家都知道 他前陣子发生一个车祸 很严重的车祸 对 就他做的那个是 是韩国现代汽车 那居然呢 人没什么 太要紧的事情 他说这个车现在热卖 那有没有一家公司 同时收回这刚刚说的三个题材 现代汽车热卖 有 这家公司就是我观察到 二月营收年增28.81 前两个月累计营收年增32% 获利营收开始进行好转 每股净值又有16.75元 股价净值比又只有0.79倍 同样是专注在面板 尤其是小面板 车用面板跟消费性面板的 8105的邻居 那我看到今天面板全面性的上涨 我希望帮大家找到的是多元题材 那大家只知道说 我刚刚讲 市场上想说友达的上游原料供应商发生火灾 那会转单给群创 大家第一时间讲到群创 但当没有想到 对 当当没有想到 其实友达其实 他在哪个市场是完全领先 碾压群创的车用 车用面板其实友达我去探索过 他是全球最大车用面板供应商 那既然他现阶段的上游 零主线供应商有问题 他会转到哪里去 当然 群创一定会有 可是邻居 他是专注在车用面板 还有消费性电子的 当然转单的效应可能会更好 所以我在这里面第一时间想要他 再结合到我上个星期 跟大家报告的这个 东京奥运的一个讯息 东奥 那自然东奥他现阶段不开放 所谓的外国人去参访 但是本地 他们日本人其实非常好客好礼的 所以所有人都会开始买 买了翻译机 那翻译机上面现在不只是 简单的是翻译而已 它是需要有触控的面板 那这个面板其实就邻居的一个主要 邻居本来就有在出这个翻译机的面板 对 没有错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刚才说到 他的大股东是谁 大股东是日本突版印刷 他本来就在日本 他就是很成熟的一个 相关显示器产业的一个上游供应链 所以他要打进到相关的 的一个供应链 其实是随到渠成 如果再透过邻居来 这边出货这样的面板 当然是非常有机会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报告 我每次跟大家讲的题材 都在它还没有大涨之前 上个星期跟大家报告 像我跟这样 6152的白衣 是不是机上河的概念 它东京的题材 我直接跟大家讲 股价很便宜 这边今天有空到涨停 提前部署才会有机会 再加上本身的营收题材 也开始在涨 那我刚刚在讲说 现代汽车 现代汽车的最主要的 车用面板是谁供应 就是邻居嘛 小尺寸的面板 那这一款现代汽车 它今年被 被整个的国际评比 它是什么 最安全的汽车之一 那既然是全安全的汽车之一 那在美国 他们是看数据说话的 就有太多物质隐秘 这个叫Genius GV80 这是什么 最新撞击成绩 或top safety peak的 最佳安全首选 那我想 那相关的获利这些 我觉得也会有 有它的一个题材 所以既然它的一个 主要客户现在汽车的一个 这个面板 汽车有机会大卖 那当然面板 未来还是会随上创高 那整体的结构上面来看的话 我看到今天群创也创新高了 那邻居其实离前部一段的高点 13.95 其实还 马上就直死自咬 所以一旦突破 就是创高 最近大家也没有发现 台面上有几个重点 就是大涨的股票 通常都是有什么 富爸爸 刚刚日本图版印刷的 就是所谓邻居的富爸爸 另外一个就是技术面上 突破新高之后 它通常是走一段的高点 你看 上个星期我跟大家讲的 2489的瑞轩 是不是 也是东京奥运 我们当时都跟大家一起 它有所谓的一个面板的一个 电视机的题材 你看它股价 3月16号 一根长红之后 连续攻击 哇 非常可怕 从当时候提到的13块多 今天引到19.85 它子公司 我们当时都跟大家讲 它转投资 5328的什么 华融 玻璃电容 你看 它也是一样 创高之后 它休息整理之后 就马上就往上走 所以大家特别去留意到 这股价已经接近前波高点 而它绝对价格又便宜 净值又非常高的公司 我觉得总统有 可以一拼做一个留意 丰富哥 你讲到这个事 有关于这个 Takoma大火影响 所带动这个面板的 有打可能转单 给全创的效益 那我们讲到这个转单效应 就不得不提到 上个礼拜六的时候 在日本的工程线 是发生了一个 规模7.2的地震 而过去 只要日本有大地震的话 台湾包含了被动元件 或PCB等 都有转单的效应 大家可以联想 你问这一次的地震 台湾方面中 有没有一点点 转单的效应产生 好 我想这个市场上 还没有人在提 那我想 我觉得趁这个机会 正好可以跟大家 来聊我过去的经验 其实在很久以前 在福岛的一个地震的时候 当时候大家可能 因为整个的福岛地震之后 又有所谓的海水道关 核电厂关闭 那那个时候 整个日本陷入到 一个重新产物 那个工具机的 一个大厂法纳克 方纳克 他开始那时候 他的订单出不来 所以他开始进行转单 结果那个时候 正好国内有一家公司 叫2049的上银 他专门做了 所谓工具机里面的 滚珠罗杆 所以那时候 他接到这个转单之后 他股价一飞冲天 我记得那一波 从45块涨到将近400块 那最近 近期他的股价 其实也是在 相对的 维持相对的一个高点 那我在看到 这一次日本的地震之后 我发现 跟他有相关 像方纳克 在国内有代工的 有代理的 像457的军星 今天直接打到跌停板 他可能在想说 奇怪最近有什么跌 我觉得有可能 是受到这个影响 但有失就有得 那我在看 相关的工具机里面 今天的上银 其实表现还可以 相对强 好 但是我觉得 更重要的是说 这一波全球的工具机 它工具机上面 它应该会主动在哪里 我发现 不管是美国 中国 甚至日本 都在半导体产业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最近晶片 就很多 大家都要发展什么 军源代工 大家都要去做 半导体的业务 这里面 我看到的就是 像市场上在用的 半导体要用的是什么 微型线性滑轨 这跟过去用 那个滚珠罗杆 就不太一样 它就是微型的线性滑轨 那这个东西 在很多的半导体制程里面 已经开始在做一个使用 自动化设备 你现在只要在最新的厂 都会使用 那我就发现到 国内有一家公司 它是在全球排四站 第三 微型的一个线性滑轨 这是1597的值得 排在前面两家 一家是TSK TNKR TNKR 的TSK STKR 那这两家 基本上都是什么 日本的一个 线性滑轨的一个大厂 可是它值得在全球 四站排第三 那既然这次地震又出现了 我在思考的是 未来会不会有机会 市场上也注意到了 值得的一个转单效应 而我看它贵 最近它的股价的一个形态 表现其实非常强劲 缓不晚上跌高 可是它离前波 它占107年的高点 210亿元 空间还蛮大的 那整个技术线性上面的一个形态 完全多 我觉得投资员 可以并做留意